晚晨之后 陪小白在阳台赏了一回星辰后 趁着小白去了沐浴之际 我来到佛林树下 等灵鸟汇报仲林的工作情况 再等灵鸟闲来无事 我驱动妙华境 查看渺落的情况 发现今日的他比起昨夜更加从容 应是对范英古仲王族的 以莲星星的压制越发游刃有余 查看过渺落后 灵鸟还没有出现 已经过了昨日约定的时间 担心九重天不知出了一些什么事 我用叠咒术找了连颂 连颂正在园集公化园内读卓 见我后恭敬行礼 帝君 我见到连颂 开门见山 这两日 九重天可有什么事 连颂侧头想了想 看着我 一脸茫然地说 没啊 帝君何出此言 如果九重天没事 那为什么灵鸟无法按时到达呢 青丘那边不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莫非是魔族那边有什么异样 正在思考 耳边传来连颂的声音 李君 你可是发现了什么 扭头看了看连颂 他脸上难得出现几分谨慎 魔族之事 尚未落实 此时告诉连颂我的忧虑 为时过早 我转话题问他 今日可有寻的封印渺落之法 连颂摇了摇头 说 我已经交代手下的神君兵分两路去寻 一路主要找封印渺落的术法 一路重点寻可以封印渺落法器 承包责任 落实到人头 想必以这种方式 可以快些寻得封印渺落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 又提点了连颂一番 此二法 你可更加侧重于找封印渺落的术法 因封印渺落的法器 打造起来必定需花费时间不少 我们耗不起 连颂点了点头 认同地说 帝君所言极是 缓了缓 连颂笑着问 今夜我独自一人在此饮酒无趣 帝君可赏脸捅我手谈一局 看了看连颂脸上那玩味的笑意 想要捅我下棋是幌子 八卦我捅小白的事才是真 我伸左手看了看 想起小白那张俏皮可爱的小脸 笑了笑 看着连颂 淡淡地说 我不像你 孤家寡人 小白还在等我回去 如同发现了十分有趣的事情 连颂盯着我的手 用折扇指着 惊讶地问 帝君 你的手怎么了 我笑了笑 看着手上指甲 朝连颂看了一眼 一脸耿介地说 这归中去世 你不懂 我并未细说 因为我感受到小白的气息阵亡此处来 连颂嘴角抽了抽 忧愿地看着我 一边用折扇拍打自己的手心 一边埋怨道 帝君 你怎可如此 缓了缓 才又说 众色轻友 废话 你从前不也经常丢下我去跟承郁游玩吗 但听到连颂的似乎有一样 我扭头看了看他 发现他的目光被我身后的小白所吸引 对小白的吸引人眼球的能力 我还是十分清楚 见怪不怪 耳边又传来连颂嘱嘱呜呜的声音 凤九 他这个打扮确实 很美 那还用你说吗 我的小白 自然是浓妆弹磨总相仪 心中暗笑连送后之后觉 又因这般绝色的小白 乃东华 子夫少阳君的地后而窃喜 不经玩耳 身后传来小白银铃般的声音 帝君 你怎么跑出来了 回头一看 发现小白正穿着那套雪沙素衣 搭配一条粉色披肩 英子撒爽地朝我们走来 我曾告诫小白 这套衣衫 只能再只有我一人实穿 他竟然现在就穿出来了 而且刚好当着连颂的面 但此时我也被眼前的小白所倾倒 眼前的小白 跟那日白照所看到的小白又不一样 夜幕下的小白穿着这套衣衫 夫如宁之 梅似月牙 暮盛星辰 嘴角寒春 嫣然一笑动人心神 秋波一转 世人灵魂 刚刚沐浴完的小白 灵波微补 人未倒 而郡郡夜风已经将她特有幽香送达 让人迷醉 柔和的星光下 身穿雪沙素衣的小白 朦胧得如同出水芙蓉 灵波微补 衣带随风飘逸 凸显身段妖娆多姿 看得人如暮春风 我同小白说过 碧海苍灵只有我和她 那她穿着件衣衫本是想给我看 谁曾想我今晚竟然用蝶皱树召来了连颂 此番给连颂捡了一个大便宜 即便心中不悦 也无法怪责谁 小白看到我回头看自己 惊喜地挥了挥小手 脸上的笑意更浓 似乎瞬间就将这凉薄的叶色染满柔情 看着小白从远走进蝶皱树的空间后 身后冒出了圆毛的九尾 趣致可爱 看了看对面自诩为情圣的连颂 她正一眨不眨地看着小白 也不理我 即便连颂心中有成语 但保不准她会移情小白 我正要挥手终止了蝶皱树 听到小白热情地和连颂打招呼说 你怎么你也在 连三殿下 而连颂更是正儿八经地跟小白打招呼 嗨 凤九 晚上好 看来此事不能就此终结蝶皱树 不然显得我没度量 不够大气 小白微微合手就打发了连颂 仰着小脑袋 悠悠地说 碧君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 也不叫我 害我等你许久 我从袖中取出一件我平日常用的披风 为他披上 将小白鹅挪多姿的身段掩盖好 然后牵着他的小手 示意他坐在我身边 小白正眉看了看自己肩上的披风 又看了看我 毛子里满是不解 我凑到他耳边 柔声说 碧海苍林的夜风大 忘了昨日清晨的痛楚了 小白正了正 又感动地点了点头 冲我灿了一下 小白才做好 对面连宋几眉弄眼地看着我 似乎在嘲笑我太照顾小白了 幸好小白的所有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倒也没有发现连宋的一样 怎知连宋见我同小白将他亮一边 他忽然清了清嗓子 看我一眼 然后又看着小白 脸上堆满笑意 说 那个 凤九 其实 见连宋要说些什么 我立马冷扫了连宋一眼 连宋马上惊住 看着小白呵呵干笑了两声 才缓缓说 其实 毕军今日找我是想要同我下棋 对吧 帝君说着 他又看着我 似乎想要我承认他所编的谎言 我本想要就此打发了连宋 但没想到对秦奇书画不感兴趣的小白 竟然开心地看着我 问 真的吗 目光熠熠生辉 让人不忍拒绝 只得作罢 小白扭头看着连宋说 帝君肯定会赢 我押帝君赢 说着 小白回眸看着我 问 帝君 我们会赢的 对吗 小白跟我说 我们会赢而不是你会赢 显然已经将我和他捆绑在一起 听他这样说 我心中十分得意 我看着小白 笑了笑 点了点头 我扭头看了看对面的连宋 眼神问他 你听懂了吗 连宋看着我得意的神色 眼中满是不屑 但看我英语 也没多说 随即一挥手准备好棋局 我身右手指一黑子 落入天原位 看了看连宋 见他正看着我左手上小白两只小手 我扭了扭手 将我的手被当连宋看小白小手的视线 又扭头看着小白 笑着说 小白 我渴了 小白看着我 笑着说 那我为帝君煮一壶必服春 我点了点头 睡他在一旁为我们烹茶 看着小白已经开始摆弄茶具 我看了对面的连宋一眼 连宋才缓缓回过神来 捡起一白子 挂脚 我取来一黑子 在连宋方才所下的白子的对角处 挂脚 这样 你来我往地下了十来目棋子 小白给我端来一杯茶 低声说 以君 喝杯茶 润润嗓子 我微笑地从小白手中接过茶 小白还如从前那边 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似乎要等我回应他的茶主的如何 轻轻吹了吹茶 浅尝一口小白刚煮好的茶 是小白的手艺 色泽明亮 入口无味 细品回甘无穷 我汗手微笑 给小白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 看到我称赞自己 小白得意地一笑 正要回坐 耳边传来连宋的声音 凤九 不知道我是否有口福 品尝你煮的香鸣 说着 他将折扇怕的一声打开 优雅地摇着折扇 小白笑着点了点头 说好啊说着 他倒了一杯壁伏春 递给连宋 看着连宋放下折扇 努力表现出儒雅地 从小白手中接过茶杯 然后又斯斯文文地品茶 脸色变了变 看了我一眼后 目光闪烁一会 然后又看着小白 笑了笑 重重点了点头 赞许小白的茶煮得不错 连宋最爱风流倜傥地展示自己 如今瞧他看小白的眼神 除了贪婪 还是贪婪 连宋说他今日无趣独卓 如今有小白在身边 看我们下棋 本来无趣也变得有趣 对了连宋今晚喝酒了 酒后会浮想连篇 即便只是在脑海中浮想连篇 但对象是小白 我也不允许 难怪方才看到我和小白手牵手 还不要脸的同小白说 要我想要找他下棋 越想越不对劲 冷冷地看了连宋一眼 连宋看着我 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随即低头假装在看棋局 身边的小白被连宋称赞得飘飘然 扭头给我投来一个得意的眼神 炫耀说 毕军 你看 我把连宋招待得不错吧 我对小白眨了眨眼 然后伸手拉他回坐在我身边 啪的一声 棋盘多了一白子 我回头看了看现在的时局 迅速判断最快制胜的方案 不出五子就将连宋一举击败 连宋搭了着脑袋看着棋局 似乎还没有想到自己为何败了 坐在身边的小白看见我赢了 比自己赢了还要得意 拍着手看了看连宋说 哈哈 我都说帝君肯定会赢 说着 又扭头眉开眼笑地看着我 丝毫地说 帝君真厉害 赢连宋于我而言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我看着连宋 看他还有何话说 连宋忽然抬头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不甘地说 立军我不服 我们再来一举 我看了看身边的小白 见他兴趣正浓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似乎想要看我如何将连宋打败 心里盘算 我再赢连宋几局 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灵鸟至今未来 且在此处与连宋下棋 碎了小白的心意 再等等灵鸟 顺便搓搓连宋的锐气 打定主意后 我点了点头 是一连宋重整棋局 小白看我应允同连宋在战 十分兴奋 连王又为我添了一些茶水 又冲连宋做了俏皮的做了一个鬼脸 连宋正正地看着小白调皮模样 似乎又忘了下棋了 举棋半日不下 看到连宋整天看着小白 我忽然后悔了答应连宋同我在战的请求 看了看身边的小白 他正在看连宋手拿一百棋 左看右看 举棋不定 十分得意 怎地小白与连宋那么快就成好朋友了 也对 小白向来对旁人不薄 所以小白身边才有那么多好朋友 不行 我得想办法快些将连宋打发才行 可嗨嗨我轻了轻嗓音 跟身边的小白说 小白 听到我的声音后 小白扭头看着我 笑着问 什么了 毕君 我看着小白 扭头看了连宋一眼 就没说 看样子 这局估计要久一些 你给我做的赤豆糕可还有 连宋听到我说赤豆糕 双眼发亮 马上从棋局中回过神来 感激地看着我 似乎十分期待小白的赤豆糕 啪的一声 一白子落入棋盘 原来是连宋分神 没有拿完手中的棋子 白棋自行落入盘中 正好落入我想要他下的位置 连宋傻眼了 看着手中的棋子竟然落入他最不想要落入的位置 连宋趁我和小白正在对话 正要伸手去毁棋 我又扭头看着连宋 他的手举到半空 又誓誓然地从棋局中缩了回去 耳边响起小白悦耳的声音 邸君 你今日是不是太累了 糊涂了 我这几日没有做赤豆糕啊 我只做了你想吃的百合糕啊 我当然知道小白没有做赤豆糕 但为了扰乱连宋的心神 更为了引出小白说出百合糕打击连宋 我故作记错地以守服额 说道 对 对 是小白为我做的不是赤豆糕 而是寓意我们百年好合的百合糕 说着 我又扭头微笑看着小白 小白看着我 扑呲一声笑了起来 又说 还有这几块 你是饿了吧 说着 取出几块圆形的白色的百合糕来 我面前的鸡案上 连宋心神已经完全从棋盘中抽离出来了 全副心思都在我面前的百合糕上 我看着小白 微笑道 贤哥在那 晚点饿了再吃 对面的连宋听到我暂时不吃百合糕 目光一闪 精神为之一阵 看着小白 说 凤酒 我知道你极善厨艺 之前在放音谷我就尝过你做的红豆糕 小白看着连宋 点了点头 一脸茫然 不知道连宋说这番话的意义何在 连宋见小白没有领会 连宋指了纸基案上的糕点 继续解说 这 就是百合糕吧 光闻这气味 就已让人炖入妙境 想必吃起来 会更加让人难忘 说着 连宋又真诚地看着小白说 不知道我是否有幸尝尝你的手艺 小白看了看我 我对他眨了眨眼 小白立马看着连宋 点了点头 笑着说 好啊 希望你不嫌弃 说着 小白就将放在我面前的糕点拿到基案中央位置 连宋文言 心情激动 立马放下手中的折扇 看着连宋心急的样子 小白忍尽不惊 用手背捂嘴 低声笑了笑 笑声虽小 但连宋切实听到了 随即连宋变得慢条斯理的伸手地拿起糕点 缓缓地往嘴里送 轻轻地咬了一口 闭着眼 细细品味了起来 拌上才说 好吃 实在太好吃了 说着 又往嘴里塞百合糕 才吃完手上的那一块 连宋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小白 似乎想要继续吃 见连宋那么喜欢吃自己做的糕点 小白也十分开心 冲我闻耳一笑 又扭头看着连宋 热情地说 喜欢吃 就多吃一些 说着 小白就要起来给连宋送百合糕 见小白又要起来 我马上伸手拉着他小手 皱眉说 小白 我的茶都凉了 去给我七壶热茶吧 文言 小白连忙拿起我的杯子 用双手捂着杯身 试了试温度 感觉温度确实低 马上重新为我沏了一杯热茶 趁着小白为我重新沏茶 我将百合糕往连宋面前推了推 示意他自己拿 连宋没有客气 又继续拿了一个糕点 心满意足地品尝了起来 小白笑着给我端来一杯热茶 又关切地叮嘱我 来 帝君 小心烫 我从小白手中接过滚烫的茶 又示意他坐在我身边 小白才坐下 目光停留在对面的连宋身上 似乎对连宋津津津有味地吃自己做的糕点而欣慰 连宋啊连宋 你就不该留在此处那么久 我伸手牵起小白的小手 看着那张笑意如花的小脸 笑着说 小白 既然连宋这么喜欢吃 我们也吃不完 不如都给连宋算了 说着 我又看着连宋 但听到我的话 连宋笑容可居 感动地看着我 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糕点 眼神闪烁不已 小白冲我笑了笑 点了点头 好啊 都听帝君的 说着 又要起来为连宋包起糕点 小白的回答让我十分满意 但他老是为连宋操心 这种心思我不满 我扭头看了看连宋 又看了看桌面上的糕点 示意他自己拿糕点 小白错愕地看了看我 又乖乖地坐在我身边 连宋将糕点都包好 看了看手中的糕点 又嘚瑟地看着我 我没有理他 心想 就让你嘚瑟一回 见小白脸色不太对 我笑着问他 小白 糕点全都给了连宋 那你还会为我做些别的糕点吗 小白眨了眨眼 笑着问我 那 宇君你想要吃什么糕点啊 是豆糕 还是绿豆糕 还是梅子糕 我看了看身边的连宋 见他瞪大双眼 看着我和小白 又低头看着手上的糕点 脸色更差 我看着小白 正媚纠结地说 小白 你下子说出那么多糕点 我真不知道吃什么好了 你做的所有糕点我都喜欢 小白看我正媚 笑着说 那我就给帝君做赤豆糕吧 方才帝君都记错了百合糕是赤豆糕 应该是想吃赤豆糕了吧 我微笑点了点头 又说 小白做什么糕我都爱吃 赤豆糕最甜 绿豆糕最降火 梅子糕最开胃 百合糕最适合我们此时新婚的心情 小白对我给他做的糕点的评价十分满意 嘴角那么糊涂完美呈现 连宋作不住了 一下站了起来 小白 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你只要每种给我做几个 别多做 不然又会像那百合糕一样 放了两日都吃不完说着 我看了看连宋手上的糕点 冲连宋笑了笑 小白点了点头 宠溺地看着我说 好 下次每种直理帝君做几个 解解馋 对面的连宋脸色越发难看 手一甩 将手中的糕点放回茶几上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我没有给机会给连宋插嘴 笑着看着小白 点了点头 又说 小白真好 小白脸上写满了幸福 笑意自言底蔓延开来 笑容灿烂 我看了看坐在对面的连宋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憋了半日 才给我攻身行礼 说 义军 我想起来 原急功还有些事 我就先行告退了 好我点了点头 心想 连宋终于开窍了 看连宋就要转身离开 我又叫他回来 指指百合糕说 你忘了拿百合糕了 连宋扭头看着我 悠悠地说 不必了 谢帝君美意 说着就转身离开 蝶皱树是我所施的法术 看连宋的样子 如果蝶皱树是他所施的法术 他必定立马就要结束这个术法 不再看我 在一旁的小白看着远去的连宋 不解的问 他这是怎么了 其都没有下完呢 我笑了笑 看着小白说 没什么 连宋估计是想要去找成语了 小白扭头看着我 正了正 会议笑了笑 就没再说什么 看了看天色 已经超过昨日约定的时间许久了 灵鸟至今还没有到 想必今晚也不会来了 牵着小白的小手一起回去